油價是不是讓你的生活品質變低了呢? 高昂的油價是不是讓你開始懷疑人生了呢? 不用擔心,我們美國總統 自由西方社會的領導人 一定會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 上週他終於有了降低油價的政策 當然,不可能是允許石油公司 重新開採石油 也不是啟開Keystone Pipeline運輸線 來提升國內石油產量 當然也不是再度發放美國戰略儲備石油 因為他看到了我們,沒看到的 他最知道人性跟這個世界的運作模式 一切問題是出在所有的加油站 開加油站的人太貪婪了,太無恥了 都是因為他們的關係 美國人才必須付這麼高的油價 所以,我們跟阿尼說 我的訊息很簡單 公司在營業機器 在營業的價錢 在營業機器 這是一時的戰略 世界的危機 在營業機器 在營業機器 這些不是正常的時刻 把營業機器在營業機器 以營業機器 去影響到產品的價錢 你現在付出財產 做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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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客人 美國人 現在需要消防 現在 你們這些開加油站的人 不要再賺錢好嗎 油價的報表 都是你們的錯 對於油價這件事情 拜登責怪了所有人 都是普丁的錯 他侵略烏克蘭 都是石油公司的錯 他們太貪婪 都是新冠肺炎的錯 因為需求突然上漲 他怪了所有的人 除了怪他自己愚蠢的政策 現在他要怪那些 開加油站的小家庭 那些你家附近開加油站的 巴基斯坦跟印度人的移民 太貪婪了 你們就降價就好啦 怎麼會沒有人想到啊 各位知道嗎 加油站平均的利潤是多少 平均利潤是 一加倫 兩cent 加州政府賣油的利潤 是一加倫 一塊一毛八美金 平均加油站的利潤是 1.4% 這個利潤是所有產業裡面 可以算是最低的 在美國各行各業的平均利潤 是7.7% 這邊有個圖表 例如在服裝產業是7.6% 娛樂產業3.6% 食物批發0.69% 金融產業是32.3%的利潤 拜登在這邊要你認為 你現在加油很痛苦 是因為那些加油站的利潤太高了 他們太貪婪了 太貪心了 都是商人的錯 都是資本家的錯 全美國沒有一個人同意 就連左派的大老闆 Jeff Bezos都在推特上面發文 痛啊! 跟通貨膨脹比起來 白宮繼續發這種聲明 才是真正的問題 這不然就是完全錯誤引導方向 不然就是對於市場經濟完全不了解 沒有錯 就連左派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一個總統怎麼會這麼不負責 無視現實一直在幫自己找理由脫罪 現在油價就連左派都受不了了 這樣子再下去 人就會沒有理節了 更不會有融辱了 變成一個動物了 更不用說你那什麼綠能政策 但是還是有人支持拜登的看法 這個人是誰呢? 中國共產黨中國日報總編輯陳衛華 他說美國總統現在終於看清了 資本主義就是完全的剝削 之前他們還不相信 是的 現在美國總統的方向 跟中國共產黨一樣 而且跟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時候 口號一樣 一切都是為了平等 一切都是為了自由 為了人民做主而戰 在美國這邊出現了一個新的詞彙 叫做Liberal World Order 自由世界秩序 基本上就是美國版的蘇維埃 共產主義國際聯盟的意思 這邊我們等一下再講 夏天是不是太無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 和家歡樂又有意義的活動一起做呢?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請你跟你的家人朋友 一起參加聖夏園遊會 在7月10號上午11點到下午4點 今年的主題是種夏之夢 想要幫助更多的人 可以找到他們的夢想 更重要的是 他們造物組創造他們時候的方向 讓人活得可以更有意義 更有目標 更豐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歡迎所有AI News的觀眾 吸加帶卷來參加 有豐盛的食物、飲料 還有大人小孩都愛玩的 各式各樣的活動 包括現場樂團演奏 還有抽獎活動 我在這裡真的是說不完 因為我當天也會在 因為那就是我的教會 地址是140 West Lime Avenue Morovia California 91016 詳細請請歡迎到Impact的網站 www.loveimpact.net 來了解更多 Morovia California Morovia California Morovia California 為燈 這題是為什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